各位伙伴大家好 今天帮各位介绍一个特效 做烟雾特效 烟雾效果 如果你平常玩Keynote的话 应该常常用这个特效 就上面有个东西飞下来 然后呢底下会产生烟雾 如果你要玩这特效 首先第一个当然要先找到你的主角 我这边选我的这一个商标来当做我的主角 我希望他从上往下掉下来嘛 所以要先加一个动画 叫做飞路 然后从上往下飞 设定好之后呢 就会像这样子 好第一个东西做完了 接下来做烟雾 烟雾呢 首先你要找到你喜欢的烟雾素材 去找图片了 那我这边推荐这个网站 叫做png king png king王子在这边 王子帮各位写好在这边 然后大家进去之后呢 就是自己搜寻smoke 然后呢 挑你几个你喜欢的烟雾的状况 然后呢 我们待会用到三个动画 进入的缩放 强调这个里面的放大缩小 还有离开里面的淡化 这三个动画呢 要加在烟雾上面 我找到了五个烟雾 待会把它组合起来 我待会先用第五个烟雾好来做 这里面的时间呢 已经帮各位先写来这边好 那我用这个来做 新增动画 缩放 好 第一个做完了 然后呢 进入的时间我们调0.25 好 好下一个再新增动画 放大缩小 好 然后他里面的效果这边呢 我们这边就预设他150就不动了 好那时间呢 这边是一秒 最后呢淡化 新增动画 然后呢 淡化这边 然后这边呢 我们设定他1.25秒 好 当然这个秒数谁各位喜欢啊 好 那我们这三个都 全部与钱庄同事 这边也设定与钱庄同事 好 因为待会我们会做组合 好会做组合 这样子第一个做完了 就像这样子 再一次 好就像这样子 好 那你做完之后呢 这边不是有五个吗 五个东西呢 怎么做 你不用重新再做了 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复制动画 这边 好这边有个叫复制动画 帮各位拉近一点 复制动画 好 然后你就把它复制 就像一个小刷子 那个就复制格式一样的意思 刷过来 然后再复制动画 反正这五个都刷完 再复制动画 刷他 然后再复制 也复制他 复制动画 再刷上面那个 好 全部弄完之后呢 我把它组合起来 好 组合起来之后呢 这五个东西全部都组合起来之后 通过在上面 然后再把刚才 上面这一个 刷下 错了 好 把它抓下来 Ctrl C 到我们做完了 这边 Ctrl V 好 然后把它设定到最上面 好 那这样就做完了 好 再一次 就这么简单 那未来的如果你要换东西的话 很简单 就点两下 假设这个是一个图片档的话 你知道图形 可是那边 你去换你要想要的图片 然后再把动画 编更图形 换你自己想要的图片 或者其他的物件 你就把它换掉 然后动画设定 从上面往下飞 就这样子 做完之后呢 就会产生这个效果 那烟雾呢 你可以调比较小比较大 看你自己喜欢 好今天就到这边了 谢谢各位 拜拜